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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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神给我们机会再一次相聚在他的脚前 来读他自己的话 我们要继续来从四世纪看 耶和华预备了何等伟大的救赎 我们今天继续来读第四章 为了节省时间 我们就不再把这张圣经读过 但是我请求弟兄姊妹 你把你的圣经打开 只要我们在讲解这张圣经的时候 你能够跟着看圣经 你就更多的能够了解体会 我们上一次讲第四章的时候 我们特别讲到 神的创造 神的设计里面 男人跟女人是不同的 我们一定要记住 神创造最后的创造是人 所以我们可以说 人是神创造的高峰 但是神造了男人以后 神看所有他造的都好 然而有一件事不好 他说那人独居不好 所以神要造一个女人帮助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记住 女人绝对不是二等公民 在神的设计里面 女人才是一切受造之物 最后的创造 换一句话说 女人的创造是高峰中的疾风 女人肯定是要比男人更不得了 你想想看 今天你在公司做事 如果你的手下有一个人 某一方面他没有能力把事情做好 你要派一个人去帮他 请问你你派去的人 是比他能干还是比他笨 我讲这个话 就是要提起每一个做丈夫的 今天太多做丈夫的 都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从来不听太太的话 那我告诉你 所有做弟兄的 我们一定要谦卑 因为神造的女人 是用来帮助我们的 她们很多的看法 都会比我们细腻 比我们高明 然而 我们却要明白一件事 神造女人 不是来做男人的头 神造女人 是要帮助她的 这就是为什么 在圣经中 如果一个女人出头 那就说明 那个光景 是落在咒诅的下面 是落在审判的里面 一定就是有灾难的 你去看任何一个家庭 如果这个家庭 是女人做头 这个家就没有办法 显出神设计的 家庭的美丽 因为神创造的 女人 就是要把一个 扶不起来的阿斗 把她扶起来 如果一个男人很棒 哪里还需要你帮忙呢 你知道神为什么这么做吗 因为在神的创造中 天使长是最美丽的 最美丽的天使长 骄傲 出头 堕落 就成了魔鬼 所以神 造了人 特别造了女人 把女人造的最美丽 把女人造的最能干 然后神对女人有一个要求 是你这么美丽 这么能干 你却不要像魔鬼一样出头 你要学会蒙头 你要隐藏你的自己 你要懂得帮助男人 一个女人 有能力做头 却隐藏自己 帮助男人做头 这一件事情的本身 是要让魔鬼蒙羞 是要显出神的荣耀 所以你读这张圣经 你发现 神兴起迪伯拉 并没有叫他做头 神兴起他来 真正的心意 是让他帮助巴拉 所以我们发现 迪伯拉一路来 他非常努力地 要把这个不成才的巴拉 让他成为 以色列的领袖 他呼召他 他鼓励他 他给他出点子 甚至于详细的作战计划 都交给他 连他要去哪里争兵 要争多少个兵 要怎么打 怎么打 都不是巴拉自己想出来的 这一切 都是迪伯拉帮助他 预备好 所以弟兄姐妹 神给他的应许 让他告诉巴拉 一定会打神仗 迪伯拉 没有张狂 他没有坚持要做 头的地位 他是一心一意地 在帮助巴拉 但是呢 你在这里发现 从第八节到 第十节的里面 很清楚地看到 这个巴拉呢 就跟我们大部分的 弟兄们一样 真是没有出息 没有信心 顺服了没有 顺服了 但是没有信心 很难扶持 底伯拉 花了这么多的心血 好话都给他讲尽了 计划都给他搞好了 巴拉应该说 太棒了 感谢你 OK 我去了 没有 他还是说 我不敢去 你知道你读 真言三十一篇呢 那里讲到一个 智慧的妇人 一个智慧的妇人 一个特点 是她的丈夫 心里依靠她 我常常劝作姊妹的 一个有智慧的女人 不是把你老公 踩在脚下 也不是把你老公 玩在手里 一个有智慧的女人 是你要让你的老公 从心里依靠你 可是你更大的智慧呢 是你还要让他觉得 他很能干 你的家 就显出了 神设计家庭的美丽 巴拉很可惜 他没有信心 他不敢去 所以他要求 他说求求你啦 迪伯拉你一定要跟我去了 你不去我 我怎么办呢 迪伯拉被他搞得 没办法就答应他 我跟你去了 但是你注意 第九节迪伯拉说 我必与你同去 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 得不得荣耀 巴拉 本来应该是站在一个坐头的地位 应该可以得着荣耀 但是你得不得荣耀 巴拉你在走的这条路上 你得不得荣耀 为什么呢 因为神已经把这个荣耀 给了另外一个 有信心的女人 叫亚裔 那当然我们感谢神 神没有说 巴拉你永远没有荣耀 神只说巴拉 你在走的这条路上 你是没有荣耀 我们怎么知道呢 你去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当你读圣灵在那里 讲到以色列百姓中间 一些信心伟人的时候 你发现 神在永恒里 还是纪念巴拉这个 没有信心的顺服 神还是给他荣耀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圣灵用着巴拉 在告诉我们 就算我们没有信心 我们都需要顺服 因为顺服 才能够讨神喜悦 神真的是了不起的神 世界上的人 跟我们相处 永远是记住 我们的缺点 忘记我们的优点 天下父母 基本上都差不多 天下的老公也都差不多 老婆也都差不多 但是我们真的好感谢神 我们的神是不一样 我们的神 祂只记我们的好处 祂忘记我们一切的失败 这一位神 祂真好 祂也真伟大 底伯拉的成功在哪里 底伯拉最大的成功 就是让巴拉顺服了神 在永世中可以有荣耀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我一生最大的成功 又是什么呢 是我们有什么成就呢 还是我们可能帮助一些人 让他们顺服神 你读这一章圣经 你读到第十一节的时候 插出来一句话 摩西岳父和巴的后裔 基尼人西柏 曾离开基尼族 到靠近基底斯沙拉因的 橡树旁支搭帐棚 请问弟兄姊妹 你如果把这一节圣经拿掉 第四章读起来有没有问题 一点都不受影响 那圣灵为什么把这一节插进来 基尼人 应该跟其他的基尼人住在一起 他为什么离开他自己的本族 搬到北边去呢 如果你有兴趣去查一查地图的话 你大概就知道了 如果用美国来讲的话 就是一个人从佛罗里达 要搬到缅因州 那如果用台湾来讲的话 是一个人从屏东要搬到基隆 那如果用大陆来讲 就是一个人从海南要搬到东北 意思是什么 就是这个人啊 下定决心 远远地离开他自己的人 弟兄姐妹 为什么圣灵要记这件事情 这么不起眼的一件事 为什么要写下来 写这节圣经 是为着让我们把后面的事看懂 你知道你再读下去 杀死西西拉将军的亚裔 就是西白的老婆啊 其实神很早以前 就感动西白 莫名其妙的要离开自己的族人 离开自己的地方 搬到最远最远的地方去住 不但如此 而且要到那个最远的地方去 跟当地的王交了好朋友 为什么 他根本不知道 原来神是要安排 还有一天让他的老婆 可以把西西拉将军杀死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我这一生 当我们真的回头看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怎么这么巧 我们怎么会碰到这个人 我们怎么会刚好 就在那个时候 就在那个地方 请你相信 基督徒的生命中 是没有巧合的 每一件事 都是神奇妙的安排 所以这一节圣经 就是提醒我们 让我们知道 神是一位奇妙的神 十二节到十六节 这一段故事 我们大概都知道 就是讲 有人告诉西西拉说 巴拉已经上了 塔伯山了 那有人说 这个十二节这里的翻译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因为我们不是很确定 是谁去告诉西西拉 我们也不是很确定 他为什么把所有的铁车 都要带去 但是我们很确定的知道 基尼人他们以前 跟以色列的关系 那是非常好 那是因为摩西的关系 到了第十四节 底波拉就对巴拉说 你起来 今日就是耶和华 讲西西拉交战 你守的日子 耶和华 岂不是很 在你前面行吗 这里 一个将军 带着一队的军队 要往前面打仗 我们心目中 常常想 好像是 我们的神 是个牧羊人 是一个很脾气 很好 很柔软的人 但天生姊妹 如果你读懂 第十四节 你就知道 这里描写的一个图画 耶和华神 他是大将军 他是带着整个的军队 在前面 要去打这一场仗的 神 不只是温柔慈爱 耶和华 他是一个 征战的神 美国以前 有一个总统 叫罗斯福 他年轻的时候 他念哈佛 他很爱主 他在做大学生的时候 他常常去教会 教儿童主日学 这也是为什么 我鼓励我们教会的大学生 只要有机会 就到当地的教会 去做儿童主日学的老师 有一天 他在主日学上课 有一个小朋友 眼睛被别人打得黑黑的 罗斯福就问他 怎么回事啊 小朋友就告诉他 刚才在走廊上 另外一个小朋友欺负我 跟我打架 罗斯福就跟他讲 这里是教堂 你在教堂里面 跟别的小朋友打架 挑个礼拜天打架 要打在外面打 不要找礼拜天打呀 这个小朋友说 我非要跟这个人打架 罗斯福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他欺负我妹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孩子说 他欺负了我妹妹 我一定要揍他 你知道罗斯福 在那个时候干了什么事吗 罗斯福就跟他说 干得好 然后他从口袋里面 就拿出了一块钱 给这个小孩 跟他说去买一点糖 糟糕了 罗斯福干的这件事 刚好被旁边的牧师看到 他们很生气 告诉教会的长老 然后就决定 要把罗斯福开除 不准他当主日学的老师 因为他们认为 主日学的老师 怎么可以鼓励小朋友打仗 其实教会的领袖不懂 如果有人要伤害 我们所爱的人 我们不起来征战 我们就不是神的儿女 因为我们的神 他是一个征战的神 有人要侵犯他的儿女 他是要起来征战的 当罪恶要侵害他的儿女的时候 他是会征战的 有一首古老的诗歌 叫做耶稣基督的金兵 很可惜 现在基督徒已经没有人唱这种歌了 第十五节 告诉我们耶和华使 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 全军溃乱 你知道 有铁车 铁车是什么 铁车如果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 就是坦克 就是装甲车 你知道步兵溃乱很容易的 装甲车怎么会溃乱呢 现在步兵没有溃乱 装甲车溃乱 你知道为什么 这第四章没有给我们解释为什么 你真的想知道为什么 你要读第五章 因为第五章二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 因为神下了大雨 这个雨大到一个地步 河水泛滥 地上全变成了难泥巴 铁车本来是很凶的 可是等地上都变成难泥巴以后 这些铁车都动不了了 你要知道 中东那个地方 平均一年的降雨量 只有二十一毫米 怎么可能莫名其妙地下了大雨呢 西西拉这个将军 他如果知道会下雨 他是肯定不敢把他的铁车开出去打仗 当你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 你就知道耶和华的作为何等的奇妙 就好像当年出埃及一样 过红海 以色列的百姓走就没有事 埃及兵下去就完蛋 神是一个打仗的神 神把他们杀的一个都没有留 从十七节到二十四节 这里就告诉我们 最后这个将军是怎么死的 我常常警告我们教会的年轻人 我说如果看过倚天屠龙记 你就记得张无忌他妈临死的时候 给他的忠告太重要了 他妈妈临死告诉他 小心女人 小心女人 越漂亮的女人越要小心 西西拉这个大将军逃命 逃到哪里去 逃到一个女人的帐篷 当你去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你就知道 亚裔遥遇见了这样子的事 他所做的那个瘸子 他干的那些事情 其实你要知道 神的评价是什么 很多人不会读圣经 读到这里就讲 哎呀 这个西西拉怎么可以 跑到女人的帐篷去 然后这个女人怎么会说谎 这个女人怎么这么差劲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等到读第五章 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 你就很清楚地看到 神怎么称赞亚裔 西西拉这个大将军 他可是大大的欺负 以色列二十年 他不知道干了多少的坏事 亚裔做的这件事 没有一点是为他自己的好处 亚裔做的这件事 是他因为他是一个 有勇气的女人 他是一个有智慧的女人 他在神的手中 成了奇妙的器皿 成全了神的旨意 亚裔的这一辈子 就只要做这一件事 就够了 他这一生就有永恒的价值 弟兄姊妹 今天很多基督徒 都想要为神做那个做那个 其实让我告诉你 你一辈子活在神的面前 你一辈子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 神在什么时候用你一下 那一下就够了 就有永恒的价值 一个人要做对的事 要做神喜悦的事 从那以后 以色列的人越发有力 胜了迦南王 耶冰 直到把他灭绝 神当初给以色列人的命令 要把家人人灭绝 他们没有顺服 如今经过了几百年 神借着两个女人 让以色列百姓 终于成全了神的旨意 我们要惊讶 神是一位何等有耐心的神 我们也要敬拜 因为这一位神 他要做的事 早晚有一天要做成 我们读这张圣经 我们更要为这 底伯拉和亚裔 这两个可爱的姐妹 感谢神 当以色列的百姓 落在黑暗中的时候 神兴起了爱他的姐妹 成就了神的工作 两千年教会的历史 有太多的黑暗 而在那些黑暗中间 神使用了多少清心爱主的姐妹 成为教会的祝福 成为神百姓的祝福 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们需要谦卑 我们需要承认 我们需要姐妹的帮助 做姐妹的也需要知道 你在神的手中 是何等的有价值 因为在基督里 不再分是为奴的 还是为主的 不再分是男的 还是女的 我们都是新造的人 我们都侍奉这一位伟大的神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为着这些了不起的姐妹 我们感谢赞美你 但愿你借着他们的故事 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 也更多的敬拜你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